十多名消防人員拉著好幾公尺長的繩索 走大排水溝邊準備下水搜救 幾名消防人員乘坐救生艇 還有好幾名在水中拉著繩索 一字排開進行地毯式搜救 這是發生在雲林縣水林鄉 一名十歲男童在二十六號中午 與家人外出時不慎失足 掉入溪溫底抽水站附近的大排水溝 男童家人第一時間馬上報警 警消人員搜救了七個小時 都沒有結果 直到二十七號上午再次搜救 終於找到失蹤的男童 但不幸已經成了冰冷的遺體 男童父親接獲消息後悲痛不已 現場眼神空洞警報著兒子 場面哀期 颱風帶來連日暴雨 雲林水林鄉的萬星大排 在二十五號下午出現潰堤的狀況 當地人直指就是因為這樣 北港溪的溪水大量灌入 導致汪洋一片 現符合相公所言 馬上派人緊急修繕 把有危險的村民撤離安置 直到二十七號上午 搶修的工程仍在持續進行 三天新聞 廖宜的江俊陽黃莉雅 雲林採訪報導